高中生挑戰無敵麻辣麵 500元獎金付醫藥費還倒貼 台中這碗麵看似平凡無奇 但他卻讓人拉到掛急診 因為急診室送完一個病人是一位高中生 他主宿是吃完一碗麻辣麵之後 腹部就劇烈疼痛 原來這名高中生參加麵店 限時限量無敵麻辣麵比賽 當所有人都舉白起投降 只有他還不放棄 吃完整碗麵後還喝下兩瓶牛奶解辣 獲得獎金500元 但才走出門口 腹部就痛到暈倒送醫 胃部面前比較脹 有壓痛的狀況 然後他還有抱怨說 他的膀胱也覺得比較脹 膀胱比較脹 然後他幫助他膀胱上有困難 醫生幫他注射胃部治酸劑 還有止痛藥 卻無法疏解疼痛 擔心引發胃穿控 只好幫高中生添加 促進胃部排空的藥物 還有慣常 胃部才有空間蠕動 狀況緩解 至於被稱症的膀胱 他因為他專注在他的肚子痛 所以他膀胱其實已經漲了 他可能不知道 等到症到已經超過 膀胱能夠負荷的量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量不出來 高中生的胃部狀況解決後 膀胱擴躍肌也跟著放鬆 慢慢排尿 為了500元獎金 他不止皮肉痛還多花了800元急診費 實際來到這間麵店店 店家出面解釋 你花了500塊買的那碗麵 你要不要吃完 我本來就沒有 而且我們也有簽的那個 所謂的同意書的東西 店家出示比賽規則和同意書 表示並沒有強迫要吃完 因為這無敵麻辣乾麵 是用最辣的死神椒製作 辣度高達220萬SHU 估計大概有160幾個挑戰 大概只有8個 目前只有8個成功 大概3、4秒 真的就是吃下去 然後你會停頓 一起 然後就覺得很不行這樣子 但這樣吃到底行不行 醫生這樣說 辣椒素的成分 它本身會刺激腸胃道 讓腸胃道充血 會讓腸胃道的蠕動會增加 醫生表示 適度的辣椒素 對腸胃蠕動有幫助 蛋過量就會造成反效果 過度刺激這個腸胃的黏膜 這樣反而會造成這個腸胃的神經 會不平衡 甚至就會造成這個胃存臨機 造成那個胃不平衡的神經 過度辣椒素不止傷腸胃 曾經有40多歲女子 也因為前往吃了麻辣鍋 導致肛門痔瘡 沖血暴局 醫生不得不提醒 辣還是適度使用就好 不要逞強 地方中心台中報導 福 unravel 所有國家